全国共有多个包青天的名目 原来这里才是包青天真正下葬的地方 想必80后基本上都看过一部电视剧 那就是包青天 电视剧中的主题曲唱道 开封有个包青天 铁面无私便中间 歌词中所写的就是包整围观公正联名 铁面无私受到了百姓的广泛敬仰 以至于人送外号包青天 意思就是青天大老爷 那么这样一位青天大老爷 此后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被下降了 他的墨学中会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呢 要说他的墨学中什么都没有 大家可能都不会相信 毕竟是宋朝一位高官 即便是在公正联名 那么按照宋朝是古代中国俸禄最高的朝代来说 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墨学中 也一定会有一些具有很高价值的历史文物 然而要找包工的墨 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包工并是于1062年 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 何况在全国至少有多处包整墨 这让历史学家们犯了 难 于是绝对不会轻易对这些包工墨动手 直到1973年和肥氏的一家钢厂 想要迁走包式家族墨学的时候 谜底才被解开 考古学家们对包式家族墨进行了一番考究之后 决定先对一座小型墨学进行考究 结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座小型墨学非常简陋 但是棺材却是用金丝楠木所制 要知道金丝楠木是非常贵重的棺木 埋葬在这座棺木的人身份 一定非常的尊贵 经过DNA鉴定之后 确定墨中是一位男性 而且在墨中还放置着两块墨之名 根据鉴定之后 确定了这座墨学正是包工之墨 那么为何包工之墨会如此简陋呢 而且包工之墨里面 为什么会有两块墨之名呢 包工的夫人又葬在何处呢 经过仔细的一番考究之后 考古学家们终于发现了包氏家族墨中 总共有十二座墨学 包工家族的很多人都藏在这里 之所以包工墨会如此简陋 是因为已经经过一次迁移 金兵入关之后 对前朝官员的墨学展开了大肆的破坏 包工墨恐怕就在其中 包工的后人为了保护包工真身不被破坏 所以为其进行了签幕 至此包工墨的市面上就被揭开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